先宣讀上一次会议记录 宣讀第115次会议记录 第114次会议记录同意被查 报告案 案1 108年度公司有福化资产补助案 经常能进入的补助金费代理情形结论 同意被查 案2 指向士病补击旧总督府第二师范学校大理堂 历史建议旧总督府第二师范学校小史试及验索 新建工程涉及文化资产保证法第34条 另报告结论 1 本案会由文化资产保证法第34条所列 可固化股基及历史建议助完整 遮盖其外化或导測其关案 开放制度容易被查 2 请开发单位一被查 制度及历史建议坚基保护计划去理执行 案3 历史建议南岛人同基座动态保证计划修订 计计设计文化资产保证法第34条 序定报告结论 1 历史建议南岛人同基座动态保证计划修订 来 制度实践以及南岛夜村 好新建工程南岛区南岛的四小段 661号的605地 或有文化资产保证法第34条所列 有过外文厄建议去完整 这段期外貌或持有机关的频道之余 同意備查 二 即開發單位一備查之動態保障計畫處理 審議案案一 台北醫術人區 台北市立美術管制新建點 保護法及擴建案 涉及原產考古離職環境敏感區域 考古發掘計畫審議案 本案由一昌委員為本案計畫主持人以進行合併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入校 本案審查通過 並請申請單位以審查通過至考古發掘計畫 及文化資產保存法之遺憾 發掘桌面 之後繼續 二 維山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文山教會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入校 一 同意登陸維山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文山教會為歷史建築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議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非職審查及主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三 伺服辦理文山區木柵段一小段九十一 一六五第一號保存範圍面積量測後 依實際量測面積進行辦理公告事宜 案三 中正區外交部辦公大樓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入校 一 同意登陸中正式外交部辦公大樓為歷史建築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非職審查及補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案四 歷史建築勢林區埃布爾街後生效四號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本案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審查通過 二 請台灣銀行督導各城租人 共同維護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之風貌 案五 歷史建築農獎王冉爾街 以一購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依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本案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審查通過 案六 歷史建築南京西路237號 即彼化街一段二 四 六號電污 歷史建築定住土地範圍選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同意變分南京西路237號 即彼化街一段二 四 六號電污 建築定住土地範圍選議案 結論 報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陸電池審查 及輔助版本代理後續事宜 以上會議記錄請委員確認 好 謝謝各位委員 好 那麼 以上是我們第115次的會議記錄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好 請 我看我們這個記錄都寫金委員一致同意 是不是稍微試試一下 因為這個都是 你跟金委員討論同意 或者是投票同意就好了 基本可能每一個案都是一致同意 所以我現在這個會議 好 那麼今天 今天我們在審議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這個投票 投票 投票 我想這個部分 我來記錄兩次有名稱 表副要不要提出 我們跟主席報告一下 然後大概從剛剛主席也講 然後過去大概有一次決議 主要是 薛老師前面也講過討論 這些字都不能再出現 因為現在文資局有去拜訪過 他就是說就是以計票的方式 所以今天每一個案子後面 都會用計票的方式 然後再面對 所以我們一些委員 是不是就是之前的 我們就按照之前的來處理 今天開始我們就按照文資局 給我們的這個建議 我們會出案 用投票的方式 好 各位委員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第115次會議紀錄 那麼紅衣被查 好 接下來我們進行今天的報告案 報告案1 案由台北市中山區中山段 四小段 四七九地號等 七里土地新建工程 臨直轄市定土基 蔡瑞月武島研究社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報告案 好 辦理情形 蔡瑞月武島研究社 是88年12月31日公告 為直轄市定土基 那本案性本市都市 跟兵庫委託 校地人建築事務所規劃 中山區 中山段 四小段 四七九地號等 西比土地 公辦都跟合署辦公大樓 新建工程 因新建工程位於直轄市定土地 蔡瑞月武島研究社康 原此 校地人建築事事務所 一一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簡中報告書 出過主審查 那本案在3月8號的時候 邀請米委員 副國 蔡原梁建築師 跟詹天園技師 組成三案小組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決定略引 本案新專案小組審查 同意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有破壞股基 之完整遮蓋之外貌 或除色體觀感通道之餘 請一委員意見修正報告書 出過於必頌本補主 其立體建築經驗建築 律右建築局 考古理支持 積極文化景觀審議會報告 委員可以猜副手邊的報告書資料 這是本案的地級地形圖 紅色部分興建工程坐落土地 藍色部分直轄市定主地 蔡瑞武道研究社補基本體 這個是視覺模擬圖 就是本案的工程任直轄市定主地 蔡瑞武道研究社的關係 這個是從A的部分 可以看左邊的左影圖 就是從A的視角來看 然後再來是B視角跟C視角 那禮拜部分 一本市中三居中三分四小站 四七九地號等器品 土地興建工程 離直轄市定古籍蔡瑞武道研究社會 通貨資產保存法第四四條 第三四條鎖列有破壞古籍之完整遮蓋器外貌 或阻塞其關檔通膠治癒 提起統一備查 第二請開放單位續送古籍 監測及保護計劃文化局審查 後續並具體執行 三分案一結分辦理後續 謝謝 關於通報案一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如果針對這個案子沒有意見的話 那我們就同意備查 就按照這個禮拜的結論來 好 謝謝 第二案 報告案二 案由台北市萬華區萬華段一小段 五四一一號等五里興建工程 林歷史建築 郭皮寮歷史建築群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個四條規定報告案 辦理情形一 郭皮寮歷史建築群 99 年 3 月 29 日公告為本市歷史建築 維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萬華區萬華段一小段 四七地號等五里土地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案新建工程 林歷史建築 以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次條規定 該公司委託官權聯合建築事務所 提送相關計畫布局審查 辦理期平二 本局於立108 年 3 月 11 日 邀集劉休蘇英委員 蘇英明委員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略議 今審查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次條所列有 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正蓋其外貌或阻塞其觀覽通道之余 公告書前委員審查意見收證後 提送本局需提送本古古及歷史建築 紀念及建築居若建築局 考古米基及文化警官審查會報告 大理期年三 官權聯合建築事務所 於108 年 3 月 22 日 提送修正報告書獲局 經檢視修正版報告書 經一委員審查意見修正原則 同意續送本省議會 請委員參閱首篇文化第三次條報告書 這張是第七季型圖 紅色區塊部分是新建工程附入的土地 藍色區塊部分是本案歷史建築群 請委員參閱首篇報告書第四至十七頁 建築是新建工程的建築物外觀透視模擬圖 再請委員參照報告書第三至十九頁 新建工程建築群跟物表歷史建築群的模擬關係圖 禮拜一等謝萬華區萬華段一小段五 CVD號等無比土地新建工程 為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 所列有破壞歷史建築事完整 遮蓋其萬華或阻塞情觀覽之通道之余 無情同意備查 而請該發端會議審查通過之歷史建築 除監測及保護計畫執行 本案一結論後續版的以上報告 好 謝謝 各位委員對第二個報告案有沒有意見 好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同意備查 案裡頒意見辦理 第三案 報告案三 案由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圍牆景觀改善工程 令歷史建築空軍總司令部就職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規定報告案 空軍總司令部就職於104年9月14日公告為歷史建築 其作用至空總園區目前由文化部管理 並規劃為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預計拆除園區部分圍牆 因臨近前開立體建築為託房設計建築師 事務所提送相關計畫的過去審查 本職於108年3月28日 邀請文子委員教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略以 今審查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鎖列情形之餘 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後 續送本審議會審查 王聖基建築書所於108年4月1日提送修正後報告書 請委員參考首篇的報告書 本案基地平面圖 橘色框線圍歷史建築 紅色框線圍圍圍牆拆除範圍 拆除範圍的現況請委員參考 報告書第二至三至二至六頁 圍牆拆除後的模擬圖 請委員參考報告書一至二十一頁 歷史建築保護說明圖 請委員參考報告書二至七至二至十一頁 你辦空總台灣方代文化實驗廠圍圍牆景觀改向工程 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所列有 破壞歷史建築圖完整 蒸蓋其外貌或注射起 過來同道之餘 你請同意備查 請開發單位審查通過歷史建築 監測及防護計畫執行 和安一結論辦理後續 好 謝謝 針對第三案 那麼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今天文化部有練習 文化部練習有沒有意見 好 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本案同意備查 那麼一一禮辦意見辦理 接下來進行審議案 審議案一案由市林區連勤陽明山招待所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法案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七十八條 古蹟指定及廢紙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廢紙審查 及紅書辦法辦理 案一情形一 本案位於市林區陽明路一段十二號 建物於一九二四年興建完成 日日時期為八旅館式炒餐 地區具代表性的高級旅館 光復後由陽明山管理局接收整件 五十九年五常會用於國防部 九四年為外辦理促餐平估並動工修整 動工後應用土地使用分區移議停工至今 國防部後被指揮部於去年六月五日來韓 表示後續無運用計畫 引交土地歸還本府 該部依據文資法第十五條規定於處分前 申請文資評估 因本案為約策建物 本局秉職權依文資法第十七十八條 啟動文資審查程序 於七月二十日邀集 李前郎登委員辦理專案小組會刊 會刊前段略以 因委員意見未達共識 後續將廣邀委員再行會刊 三本局序於同年九月十七日邀集米富國等委員辦理第二次專案小組會刊 會刊前段略以委員初步認定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正義登陸歷史建築 將提送本審議會審查程序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摘要如下 一建物包 包括議員溫泉會館及本館 議員繫石到一樓八角公共浴池 本館為二FRC照 文獻資料記載本會館原名八旅館 油膽水中寮燕樓派民吃成見 是帶動草山旅館預知濫傷 二目前主要建立都為民國五十九年由美麗華特屬所改建 原始1924年之建物較少 本館及一元皆為斷營殘壁 隔間牆也歪斜傾倒 以整修部分隔居大幅更動 牆壁為牆也使用新建材新工法師座 以不復原來樣貌無法可出原來隔居樣態且有公共危險 三八角澡堂可能尚寶從一些1924年八旅設施構造 屋頂為木造但僅存屋架及四周至安山岩石器為牆 破損度達50%以上 屋架及塔頂通風木構屋架與英律 足各方面均盛典雅仍可見其風華 四未來可與市府為YRT或為一市民公共澡堂 以保持原風貌 零境建物可考慮再利用 其他補充資料請委員詳參報告書 此為本案的地形地極圖 楊明山招待所整個範圍的坐落土地為市民區 地形段三小段603、610、611、612、614、615、616等七里地號 然後八角浴室是坐落在其中610地號 此為本案基地航照圖 藍空的部分是整個楊明山招待所的基地範圍 紅線的範圍是委員建議登陸八角浴室的範圍 此為之前過往的航照圖 此為建築現況照片 這個照片是東側長行的本館的部分 這邊是在北邊議員的部分 此為八角浴室的照片 文化資產評估報告的基本資料 請委員長參報告書 價值分析 本局於107年7月20日 召開第一次專案小組意見審查因 委員意見未達共識 後續在廣邀委員再行會刊 在同年9月17日第二次專案小組會刊的結論 初步認定據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建議登陸歷史建築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的方面 建議由目前的管理使用人 國防部軍備局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向委員說明 登陸範圍之影響評估 一連其陽生招待所目前為閒置 原文運用計畫 領拆除後將土地交還台北市政府 如八角浴室登陸為歷史建築 後續修復及再利用規劃 建議請國防部軍備局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說明 二後續建物本體上涉及修復與 或再利用事項 須以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提送計畫於文化局審查 三建物所在皆擴握 或臨近基地有相關營建工程 或其他開發行為 且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 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之範圍條件者 須以文資法第三十四條規定 提送相關計畫 與本局及本省議會審查 民辦 一 您請同意登陸 陽明山招待所八角浴室為歷史建築 名稱陽明山招待所八角浴室 二 種類其他設施 三 規制及地址 台北市市零區陽明路一段十二號 四 歷史建築及所定住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八角浴室建物本體 建物五的建號登記 建築物桌落土地為市民區地形段三小段610地號部分 實際保存面積須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五 登陸里遊及其法令依據 一 議員溫泉會館於1924年興建 原明八旅館 游淡水中遼燕樓派名師成建 為溫泉建築之代表 帶動草山溫泉浴之爛商 二 石造八角形公共浴池 以歐式安山岩石牆 由頭窗通其口具特色 屋價及塔頂通風木購屋價 與應力與足夠方面甚甚典典雅 符合文化資產經驗建築登陸廢紙審查 及輔助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123款登陸基準 歷史建築本體的範圍 紅色框線 二 本來提起本審議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好 謝謝 各位委員針對這個審議案 有沒有意見要表達 好 請 因為雖然沒有去會刊 可是因為這裡是屬陽明山國家公文管理處 然後它的土地使用是機關用的 那它為什麼會啟動那時候的調查 就是因為年輕商代所已經委託了福華 它就是要蓋餘館對外經營 那這個問題就變成是跟所謂的土地使用 項目不符 補一次國家公文的時候 也找到有一些跟文書有關的距離去調查過 所以我認為是這樣 如果它能夠邊緣歷史建築是非常棒 因為它可以對那邊的控制 但是我是建議說是可以補一個 我不曉得今天國家公文有沒有人出席 因為它是跟它這裡面的土地使用有關係 那事實上那個福華已經取得它的未表明簽約 而且好多年了 塗都蓋好了 那個空間也都已經去整理了 那個八角圖確實是滿漂亮的 而且我們從它原來的那個牆上可以看到 日據時代還有一些報紙都貼在這個旁邊 然後那有戶外的浴室 所以這個整個的 比如說那未來的文化再利用可以做什麼 我覺得軍方也應該要有一些管制規則 而不是只會變成公共於此 以上說明 謝謝 好 謝謝郭委員 好 還有哪個文有已經要表達 今天到場的有國防部 國防部後子部 還有軍備局都有到場 有沒有已經要表達 好 請 老師 薛薛局發言 因為那個之前那個ROT開發案 在94年就開始 那他簽約只有1010年 那是後輩這邊在負責 那他104年的時候就已經解約了這樣 那我們軍方目前檢討那些房地 都是檢討吳運用計畫 好 那因為土地的產權 雖然管理機關是具備局 但是他的所有權勢屬於台北市有的土地 好 因為我們已經無應用計畫 所以我們必須規劃給台北市政府 那財政局這邊呢 他的意見是收請我們完成地上路 財組之後才收 那因為需要拆的話 我們就必須先經過我們資格檢討 那現在我們就是要確認要留用的範圍 不能拆的部分呢 我們可能就留著 那不需要留的部分呢 我們會檢討把它拆掉 拆掉之後呢 那個定著地上路的城 就是憑台北市政府去接管這樣子 他的狀況 目前狀況是這樣的 好 謝謝 是吳小姐 金貝琪 金貝琪是同意的 他沒有意見 是吧 但是就是說 後續 像土地的話 我們辦 後續就是辦廢紙 不會給台北市政府接管 是沒有問題 那 然後就需要可能使用的部分 那如果說 我們你們 後面只留那個八角玉石 我們幾樣東西拆掉的話 那個八角玉石可能 還是要有管理的單位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 因為我們後續 地也是要拿來台北市政府的 謝謝 填補起來 我跟主要報告 那郭老師的意見 其實 他後面土地範圍內 現在有劃進來的部分 還是要一文字法辦 第一個就是修復再丟計畫 第二個就是拆除要一文字法三四條 所以你將來 國防部涉及的是拆除的時候 要先報三四條 那至於土地一定會 應該第一個目標是 依給國產署 然後國產署一定會要求台北市政府 接受國有 那後續我們再看看 那目前為止還是應該是 由軍方來寫這個三四條報告 這邊說明一下 因為他不是國有土地 他是台北市有土地 只是管理器官是我軍方 那所以說跟國產署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最後是 他畢竟是國有的 他是室友土地 他不是國有土地 所以最後我還是要回歸到市政府這裡 對 你們一定會還給我們 對 但是目前為止你是管理單位 所以你拆除前要一三四條來報 當然 當然 我們拆除計畫一定會經過文化局這邊 同意才會去施作 只是說最後一定還會面臨到 第三個管理的問題 好 謝謝 來 邪委員 如果今天這案子能夠通過 有一定 我是建議是不是有負責的條件 就是所有的拆除動作 先站好 因為沒有事先的價格 你不曉得要拆哪個 或者要好 你要這樣的話 你再給軍方那邊更大壓力 他萬一拆錯他有責任 他不拆 國有參加局他也不接到 我想這樣是很矛盾的 那是否有暫緩 就是拆除不能暫緩 等到一波給市政府 市政府的錯就比較神秘的 後來你就該拆除再不拆 好 三千 老師 現在目前的管理單位就是還是軍方 當然如果老師要求暫緩的話 他還的時程會比較慢 那就要來寫上這個 修復在利用的調查報告 是由市府來寫還是有軍方 原則上可能就會由市府來寫 等到全部寫完以後 他才會還 但是在這一段可能一年多的期間裡面 軍方倒還是要做好圍管的工作 來 請 財政局這邊報告 有關這個聯勤洋銀商招待所 他的所處土地範圍都是台北市政府今晚的土地 目前是由軍配局撥用取得使用 所以他廢撥後的對象就直接是台北市政府 不會回到國有財產署 然後這邊說明 另外他有關提到剛剛這個八角浴室要做修復 那現在問題就存在於 軍備局這邊是 他現在是委管單位 那修復這邊是由軍備局這邊做 然後修復完成再回到台北市政府 還是說他可以直接回 再回到市政府這邊來 是不是請文化局這邊 財政局如果現在同意收 他現在還是可以分給財政局 那這個就會很清楚 包括圍管跟修復債利用計畫 都是由財政局來接收 所以跟你接收的時間有關 如果你現在不願意接收 那委管的單位還是軍備局 那軍備局就要負擔委管的責任 然後寫那個計畫 我想軍備局就會跟市府來協商 由誰來寫 謝謝 剛剛就問文化局這邊 副局長的說明 我們這邊已經了解了 那我們這邊會再了解 後續應該怎麼跟軍備局這個 對對對 謝謝 好 來 那個登陸理員跟 法定義系統的 全組的四組的 就是要做的 第三組 妳要做什麼 演奏 invece 我會想要做什麼 對